麗兒蘭又不單止可以喝咖啡 今次我這間有齊民宿再加咖啡 包你喝到凌晨兩點都沒問題 究竟這間在哪呢 讓我看看風景再玩這枝人 早上喝 下午喝 晚上再喝 對著新鮮的即炒即磨咖啡 身為咖啡控的我完全靈底抗力 不過在訪問民宿兼咖啡廳的老闆之前 都是從點例行公事 介紹一下這邊的住宿環境 這間民宿就位於而來的東山 其實由羅東站開車過來的話 十分鐘就到 房型方面都一樣 雙人房 四人房 六人房都有 只於景方面 就讓我帶大家去六人房看看 平安居這邊除了一家四口 你喜歡可以分樓下的房間之外 六個人的床位 一班大學生來一起玩都可以的 不過你不是以為我只介紹完這三張床 那就算了吧 最正的地方其實是這間房的外面 沒錯 放眼望出去 這裡有整大片的田園 說香港哪裏會有這個景色 可以看到 而是這個陸人房更加有天幕設計 一路洗澡 還可以一路望著天 咦咦 我聞到咖啡香 咖啡嗅起來 不只是平時喝到有落奶的 單品手沖咖啡 有很多方式可以讓咖啡豆變成咖啡 那手沖其實是對所有人來講 算是入門最簡單 然後價格也不高 然後難度比較低的一個方法 如果說我今天要用 X咖啡機 一個就是幾十萬 那個對大家來講難度比較高 那手沖的話就是千塊到一兩萬塊 然後就可以搞清楚 所以覺得 好像煮咖啡也沒有這麼困難 然後就可以買一套一樣的東西 回到家裡就可以煮咖啡 雖然廖大哥 自小已經因為家人喜歡喝咖啡 而接觸了他 但是喝三合一咖啡 變成這樣 這個充足的手沖咖啡 就開始原來只是一個商業的手段 會開始煮咖啡是 那時候我在中國上海跑銷售 跑銷售 然後跑久了之後覺得 去跟客戶聊天 每次都帶飲料帶咖啡去 覺得有點無聊 想說那我就弄一個拉桿箱 然後就把東西全部裝在裡面 然後就帶去客戶那邊談Case 平安居的民宿已經做了超過十年 但是三年之前 廖大哥由大陸回來台灣 就將民宿的一部分 變為現在的GK咖啡 小孩要讀小學了 那因為我們是全家到上海去 然後小孩要讀小學的時候 我們就 我就把那邊工作全部辭掉 回來家裡 因為我既然要做這個事情 我就是要做一輩子了 而不是隨便做做的 所以我一開始 這是我第一台烘豆機 機器買好 我就飛到德國去學烘焙 我從開始烘焙的時候 我就是每天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我連續喝了半年 每天喝三到五杯的咖啡 才開始有Pick Up 裡面有什麼味道有什麼味道 但這裡由原本的民宿 變成加上咖啡廳 想不到 最終就會變成深宵咖啡堂 客人喝到不肯回去自己的房間 最狂的狂況是怎樣 咖啡喝到半夜兩點 沒有 我就去睡我的 然後第二 他睡他的 他早上要起來吃早餐 我不用 咖啡跟民宿是相不相承的 因為我有喜歡喝咖啡的客人 要來宜蘭玩 然後 因為我們有咖啡 所以來住民宿 原來 就是說對不懂咖啡的人 就會說 原來咖啡是這樣子的 就對他們來講 他們學到了很多 跟咖啡相關的知識 今年的Apple發佈會 全靠你了 我會努力完成任務 將最新的iPhone帶回來 即上GadgetGuy Facebook page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